肖敬腾颇奋风波扯出暧昧经纪人 肖敬腾选择颇奋一案 左边境路超展开啊 因为衍生出了两个女人的战争 老肖找原计划飞到广州拍广告 但两旅战争还在暗潮生用 但是买份行修的姥姥Yuki 今天在微博上支持老肖不会变 但又对苹果表示将对老肖的经纪公司 为旅行合约部分提告 也就是创建经纪人Summer提告 欢迎还剩一场公益活动 对我们来说公益活动是 他讲了一个很奇怪的机构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 那我们出席要干嘛 他说去跟一些什么什么人吃饭 我们有非常多的证据 跟现实 真的很多 但是为什么不说 现在不能说 至于老肖和Summer经纪发言 暗指姥姥就是颇分的主持着 姥姥说 是Summer叫老肖讲的 我相信老肖不会回我 放弃告诉 他说怎么不会像你那么野蠻 不会提出任何告诉 他可能外国人 所以他那个文法不太好 他就无法提出告诉 不是你要提出告诉 是两回事 Summer甚至提供姥姥 常在微博 呛老肖和Summer在一起成本 说Summer的家庭背景复杂 大父亲当马夫的证据 被他这样一乱 到底Summer跟老肖是什么关系 不得不来了解一下 现年38岁的Summer和26岁的老肖 是从老肖出道相伴至今 江湖传闻Summer曾为老肖 跟男友分手 你出道之后 其实就是都没有闪过什么阵子 你一直说他对不对 除了跟经纪人的那一段 那那一段 知己人 有没有尴尬过 没有耶 不会 从来不尴尬 互相取消吗 从来不会去谈到这件事情 有很轰动吗 我不知道有 我不知道有 这种反应好大 我是 很难大 我想过 几岁的时候在什么 在哪 随时 我现在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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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要跟人家 连续交流吗 对啊 我会爱他 好 爱他 苹果的安娜 嗯 是在说这种吗 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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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